随着桃園复兴区有越来越多青年 愿意返乡投入在地农产业 为了解决返乡青农面对的问题 桃園市复兴区农会5号邀请农业相关部门 只见到部落进行青农田间论坛 所以这次我们这样子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活动的办理 也是希望就是大家能够真正的去重视 以及去了解我们在地原乡产业 是这么的重要 青农指出目前大多面临到的 是资金技术层面问题 不过这些都能透过政府辅导方案 以及政策性贷款来处理 他们最担心的还是产销问题 政府农业部门也表示 希望复兴区从现有产业中 另外发展出休闲农业区或开放 零向经济 提高农民生产收益 很多要去克服的 非督管的部分做零用地的零地的开放 现在目前有开放三种就像香菇 端木香菇产业 然后养蜂产业跟金线莲产业 那在这部分桃园市政府也有相当多的想法 那这样我们会中央跟地方一起来协助 让复兴乡的产业 特别是农业观光休闲的部分 能够更更进一步的发展 透过这次田间论坛 青农直接把问题跟政府面对面讨论 希望未来运用中央及地方资源 能朝向优质安全休闲与生态的 远乡农业观光远区发展 为青农找出路 远时新闻 虎宋迪布伦桃园复兴采访报导